中国家是不是 他受儒教的影响又大 女人一般都穿着和服啊 和服连脚都不露的 你说能露着肩膀的吗 弄得羞吗 对他只能在日本异纪馆欢乐街啊 看到什么 看到家庭妇女之外的女人是什么模样呢 但是一到美国 他们满大街都是这女人 没见过这个刘老老进大观园吗 但是影响就是深刻 他最后在美国他得来得去 他就在写日记啊 写体会啊 他美国之所以这么发达 我看到了我们在日本 在东方根本看不到东西 最后就是科技力生产力 1923年山本五十六奉命到欧洲出差 生性好赌好冒险好碰运气的山本 因为赌计超群 赢钱太多 在摩纳哥的赌场里 创造了一个先例 成为摩纳哥赌场 第二位被禁止入场的外国赌客 无论政治家军事家 世界上啊 有两个人最好 一个比斯麦 他好赌 他有关赌时的冷静 下赌时的执着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这场赌注 第二个就是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赌 他能赌啊 他好赌啊 他会赌 1923年呢 他叫摩纳哥卡尔罗这个赌场去啊 他头天晚上进去 第二天他再又去 您不要他了 他成为这个赌场 开业三百年以来 第二个因为赌计高超 被拒绝入场 他说如果给我两年时间 我会给天皇营什么 营一艘航空武器 也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山本五十六 无论从珍珠港是偷袭 这个作战计划 还是中途道 这个作战计划 都有赌的成本 都有冒险的成本 山本五十六好赌博 好冒险的性格 在随后的珍珠港事件中 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赫大西龙智郎 袁田石等人秘密制定了 袭击珍珠港的C 作战方案后 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有人不相信 庞大的舰队能横渡 三千五百海里 而不被发现 万一袭击不成功 日本将面对棘手的麻烦 但是山本五十六的回答是 如果日本有天佑 夏维夷作战肯定成功 如果中途失败 也就是说没有了天佑 这一条 放弃整个作战就行了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 在山本的固执坚持下 竟然成了最终 袭击珍珠港的动因 活得更了 竟然成了最后 不稳断 并非